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110集 实在是这个消息太劲爆了 当年古鱼界中的各大势力天才损失惨重 唯有气垫 耽搁 血脉胜地等少数势力的人逃出来 剩下的各大势力 无论是顶级武皇还是天之骄子 进监运落 无一幸存 在大陆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后来有消息传出 是飘渺宫勾结义魔族针对进入武渔界的诸多天才 甚至还引发了大陆各大势力针对飘渺宫的争讨 而识破了飘渺宫和义魔族阴谋的秦晨 自然成为了当时风头最盛的人物 而且秦晨当初为了救下自己 甚至甘愿对抗义魔族高手 让岳超伦 司徒珍等各大势力的高手 带着麾下的弟子安然离去 这种事迹更是在大陆中被传送 所以各大势力几乎是都听过秦晨这个名字 现在见到了真人 这种震惊如何能够压制住 他是怎么逃出古语界的 又是怎么成为天雷城黑修会会长的呢 还有这些年他究竟如何突破到巅峰五帝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所有人好奇 秦晨 听到了这个名字 封绍宇目光一寒 魔中绽放出了冰冷的光芒 没错 我就是秦晨 封绍宇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吗 秦晨冷冷说了 此名字乃是我大哥破尘武皇的名字 你不配叫 封绍宇 含声道 你大哥 秦晨笑了 但是笑声中却是带着无尽的兵了 封绍宇 不配的是你 当初你联合上官邪儿坑杀破尘武皇 还假装要为破尘武皇报仇 我呸 不配的应该是你 秦晨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轰的一下 全场直接哗人 破尘武皇竟然是封绍宇和上官邪儿所杀 这怎么可能 众人脑海彻底蒙了 今天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这三百年来 大陆流传的都是破尘武皇为了救封绍宇 陨落死亡侠谷 导致上官邪儿和封绍宇敌对 两个人敌对了两百多年 刚刚血脉圣地 阎官代会长却是爆出了当年破尘武皇的陨落 是因为识破了傅乾坤的阴谋 结果导致傅乾坤和一魔族害了 可现在秦晨又说破尘武皇是因为上官邪儿和封绍宇的加害而陨落 彼此之间这完全是几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让众人完全弄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 胡说八道 我大哥明明是被傅乾坤和飘渺宫暗害 你究竟是谁 还故意起了一个和我大哥一样的名字 一语何为 封绍宇惊怒地看着秦晨 心中惊惧万分 破尘武皇的死 一直是他心中隐藏在最深处的谜 除了上官邪儿之外 普天之下 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秦晨又是怎么知道 死子必须死 他心中涌现出了无限的杀意 恨不得直接杀死秦晨 秦晨却没有理会封绍宇 看下了场上的众人 淡淡的 诸位或许好奇本少 是如何知道这个秘密的吧 因为本少 其实就是破尘武皇的传人 众人脑海更加的蒙了 破尘武皇是三百年前的高手 而这秦晨看起来 还不到三十岁呢 怎么可能是破尘武皇的传人呢 却听到秦晨淡淡的 当年破尘武皇 被封绍宇和上官夕而暗害 坠入到了死亡峡谷 当时他还没有死去 在离死之前 为了让自己陨落的真相保存下去 破尘武皇将自己的一道灵魂 留在了一块神印石中 并且扔向了空间乱流 这一块神印石中 蕴含着破尘武皇一辈子的诸多感悟 并且还有他之所以陨落的一切消息 而这一块神印石在虚空中漂流了三百年后 无意中流落到了北天狱 被本少所得 本少这才知晓当年破尘武皇陨落的真相 而晚辈继承了破尘武皇的衣钵 自然要为他报仇血痕 并且揭露他陨落的真相 揭露封少宇和上官希儿这对狗男女 秦辰冷笑着说道 他早就想好了这一理由 揭露封少宇的险恶面 竟然是这样啊 众人震惊万分 这才明白过来 秦辰为什么如此年轻 便有这般修为 我听说慈子当年在北天狱的时候 获得了北天狱单道大笔的冠军 这才被丹阁带入到武裕的 获得了古鱼界的名额 之前一直好奇啊 以北天狱那单道水平 竟然能培养出这么个天子 没想到居然是破尘武皇的传人 而且啊 听说慈子还是一名镇道大师呢 之前在天雷城中布置下了逆天大镇 如此修为 就算是打明胎里开始修炼 也不可能在丹道和镇道意图 都极为逆天 如果是破尘武皇的传人的话 这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呀 听说啊 当年傅乾坤和破尘武皇的交情不错 难怪傅乾坤会跟慈子建立天雷城 恐怕早就知道此次身份了吧 听秦辰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恍然强 如果秦辰真的是曾经破尘武皇的传人 那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 所有人看向秦辰的目光都变了 天舞大陆强者为尊 但是 其实同样还是讲究一个血统和渊源的 以前的秦辰虽然实力强大 名声显赫 但是 却是来历不明 众人对其 还是有些忌惮和排斥 可是 如果秦辰是破尘武皇的传人 那这一切都不同了 破尘武皇当年 威名赫赫 名震大陆 闯荡过无数的秘境 并且 无论在丹道 血脉 炼气 震道 等等等等意图上 都有逆天的噪音 天底下 曾经接受过他恩惠的势力 数不胜数 如果天雷城的城主 真的是曾经的破尘武皇的传人 那么 必然会有 顷刻间 被大陆其他势力所认可 这种隐形的力量 绝对是无比可怕的 金武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死子是破尘武皇的传人 伏羁和金刚等血兽妖帝 不满地看着 青巫妖帝 当年 傅乾坤 虽然代表血脉圣地 和落血山脉的血兽 进行交谈 要想化解 两族之间的恩怨 但是实际上 最先进入落血山脉 和血兽一族 进行沟通的 其实就是金晨 为了解决 自身身上的肺脉问题 金晨曾经数次 进入落血山脉 第一次 甚至在落血山脉中 闹出了巨大的风波 但是后来 秦晨却是成为了血兽一族的朋友 而和血脉圣地之间的联系 也是秦晨开启的 并且 也是秦晨鼓动的傅乾坤 化解两族的恩怨 可以说秦晨才是血兽一族 和人族的恩人 而并非是血脉圣地 如果眼前这小子 真的是破尘武皇的传人 那么血兽一族 要合资的对象 恐怕就要变一变了 而且啊 如果秦晨所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轩辕帝国和飘渺宫之间的关系 就值得大家深思 胡言乱语 你究竟是谁 故意陷害本地 有异于何为 风绍雨怎么可能任由秦晨继续说下去 别人对秦晨的话还有所怀疑 他却已经完全信了 他想不出来除了秦晨是自己 大哥破尘武皇传人之外 还能从哪里得知破尘武皇真正陨落的事情 所以他根本不能给秦晨说话的机会 就已经疯狂地杀了上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派来诬陷本地的 本地都饶不了你 说了一下 这一次他没有出去 而是手中竖的出现了一柄骨剑 一股地之气息 瞬间涌现而出 笼罩这方天地 大地之剑 嗡的一下 剑光涌动 直接抱卷向了秦晨 秦晨冷哼 手中天雷剑催动 也是闪电般地劈了出去 顿时 雷光暴涌 与风绍雨的大地之剑 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轰隆的一手 剑光碰撞 虚空中激起了一圈圈的真元波动 大地气息和雷霆气息疯狂地碰撞 秦晨手中的天雷剑 在剧烈地颤抖着 似乎承受不了大地之剑的可怕为样 小子 本地手中的大地之剑 乃是远古人黄年轻之时所配有的帝王之剑 区区天雷剑如何能抵挡 风绍雨宁小出生 大地之剑愈发地可怕 那股地之气息不断地攀升 风绍雨的头顶之上 一个人形虚影出现了 仿佛远古人黄在比拟重生 人黄剑 众人倒歇了一口凉气 远古人黄那可是圣经高手 而他年轻时的兵器 就算不是圣级的宝兵 也绝对是最顶级的敌兵 威力无穷 风绍雨竟然连远古人黄之剑都得到了 人黄剑 就你也配得到人黄剑 秦晨目光阴沉 左手一闪 万月古剑出现 低喝道 去 万月古剑瞬间朝着风绍雨席选而去 嗯 这是什么剑术 风绍雨震惊了 万月古剑裹挟着可怕的剑气 直死他的头颅 速度之快 宛若是闪电一般 挡住 风绍雨手中竖的再度出现了一柄古剑 叮叮一声 将半月古剑阻拦了下来 秦晨没有想到 风绍雨竟然还有第二柄古剑 可是 接下来 让秦晨更为震惊的事情出现了 风绍雨的手中连连催动 竟然是瞬间出现了第三把 第四把古剑 最终一共七柄古剑悬浮在了虚空之中 每一柄古剑上都散发出了可怕的地质气息 七柄古剑 不对 只有一柄是人黄剑 剩下的六柄都是纺织品 即便是这样 依旧是让秦晨震惊 因为剩下的六柄纺织品 每一柄也都是顶级地柄 无比的可怕 无关你是谁 又有什么目的 保充我大哥的传人 今日本地必杀你 风绍雨冷哼一声 这七柄古剑快速地旋转飞下来 迅速地形成了一个阵法 笼罩着这天地万物 七行剑阵 这一声冷吼 天地间完全被这片地质剑气给笼罩着 风里的剑气轻易就抹杀了天风五地级别的高手 场上众人早已经是退到远远的 直接退出了血脉圣地的阵法边缘 这里的每一道剑气都是可怕至极的 能够将它们轻易地斩杀 这就是轩辕大地吗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涌现出了绝望和恐惧 如果是他们上场 恐怕早就已经被这剑气瞬间斩杀成虚无了 根本就不是一和之敌 但是 秦晨确实冷笑了一声 风绍雨居然在自己的面前玩剑阵 阵魔顶 嗡的一下 秦晨头顶之上 瞬间出现了阵魔顶 阵魔顶旋转瞬间变大 笼罩住了这方天井 只听得叮叮当当的轰鸣声不断 密密麻麻的剑气不断地撞击在了阵魔顶上 将阵魔顶轰得不断地旋转 却是始终无法破开阵魔顶的防御 这是什么宝物 风绍雨吃惊了 秦晨心中则是冷笑 阵魔顶乃是远古人族高手镇压一魔族顶尖枪枪者的宝物 连魔主级别的高手都能镇压 自然是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被轰破的 而在催动阵魔顶的同时 秦晨手中已然出现了第三柄剑 这是一柄黑色断剑 出现在了宫中一股可怕的极致的气息蔓延而出 正是萧动严手中得到的那把圣级断剑 圣级断剑联合天雷剑半月古剑也形成了一个剑阵 三才剑阵 嗡的一下 断剑之上凝聚出了天雷剑和半月古剑的强大威亚 对准了轩辕大帝直接就斩杀了过去 三才剑阵 你竟然也会这个剑阵 封绍宇惊怒娇 封绍宇 这七星剑阵 乃是师尊破尘武皇 从一远古遗迹所 被你学去 本少乃是师尊的传人 又岂会不知 秦晨笑了 这封绍宇还真是搞笑 那七星剑阵 还是自己当年研究出来的 竟然还问自己 为什么会这剑阵 这岂不是搞笑吗 去 三才剑阵催动 顿时三兵地兵的剑气 凝聚在了一起 直接展落下 封绍宇提表的七星剑阵之上 咔嚓一声 封绍宇提表的七星剑阵 阵阵的剑光顿时震展 并且散发出了咔咔的破裂声响 这是自然的 秦晨手中的断剑 好歹也是个圣级兵器 虽然已经残破 但是爆发出来的威力 却也不是一般的地兵 所能逼你的